今天受到滞留封面和西南风的影响 今天起全台都有雨 气象局也针对了11个县市 发布大雨跟豪雨特曝 台南关田在今天清晨 时雨量一度破败 气象局也预估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四 高平山区三天的总雨量 可能会来到300到500毫米 南高平的平地总雨量 也有250毫米到400毫米 要到礼拜五之后封面稍微被台 降雨才会逐渐缓和 不过中南部地区还需要严防 局部短暂震雨过雷 上班时间台北市区下起大雨 让开车的上班族雨刷刷不停 从周二开始到周四 受到滞留封面和西南风影响 全台都有雨 气象局还点出这个地区的 食雨量一度破败 以今天清晨台南的关田 就来到106.5毫米的食雨量 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今明两天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的时候 像这种短夜时强降雨 还是要特别注意 受到滞留封面和西南风的影响 二十二号基隆北海岸 台中到台南等地区 以及南投都可能会有局部豪大雨 而从二十二号到二十四号这三天 预估高平山区三天的总雨量 可能会有三百到五百毫米 平地部分的总雨量 则以台南高雄和屏东最多 累积总雨量可能会来到 两百五十到四百毫米 另外在新北桃源和台中 还有彰化汉嘉宜以及南县 三天的总雨量也可能有两百五十毫米 一直要到周五才会稍稍缓解 周五之后封面稍微北台 下雨会稍微缓和一点点 它的强度倒不至于那么强 紧接着周六之后封面更远离了 到时候周六之后的大环境 属于比较偏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地区都还是要注意 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周二是逢大潮西部沿海 还要沿防淹水灾情 一直到周五周六封面远离 雨势才趋缓 但中南部还是得注意 沿防局部短暂阵雨等降雨 记者送不到 石药署上周核准五家居家快筛试剂 这一周起陆续上架贩售了 而五家里唯一的一家国产试剂 民众今天已经可以买得到 全台新医药局两百多家门市备货 每家进货二十盒 已经被预定的民众给抢光 后续除了药局医疗器材行之外 药妆店还有四大超商部分通路 也都能买得到 快筛试剂已经陆续在这一周开始贩卖了 快筛业者也赶快将这个货量送到了 全台大型的连锁药厂 那如果你要买的话 小型的药局会在周三开始陆续有货 新医疗用品抢在22号一早十点半 就赶紧备货上架 首批二十盒早就被预定民众抢光光 进了二十剂 那总共会扑获到两百多间的门市里面 大概是约两周以前就有客人会来询问说 这个市集如何预购 另外有货源的连锁药局 包括丁丁 大树 啄木鸟 幼泉 药师 维康 食药署上周已经专案核准五款快筛试剂 包含一家国产 现阶段除了国产的泰博 进口罗市也将在6月22号铺获各通路 另外两款PCR快筛 卢希拉 莱希勒 民众之后也都买得到 除了连锁药局 药装店 四大超商通路都符合贩售资格 买了后如何使用 记得要先询问专家意见 所以你要放进鼻咽的时候 你要围抬大概45度 然后就慢慢的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候 要进到鼻子大概两公分的地方 再放的过程要轻柔 因为它有可能会顶住会痛 放入鼻腔后 伸入22.5公分 左右鼻孔得各转五圈 接着把裁剪棒放入萃取液 搅拌一下放置一分钟就完成检测 民众能在家快筛更方便 但也别忘了快筛指引 检测阳性后的SOP程序 解台北综合报道 机组员返台后的检疫规定 又有变化了吗 原本指挥中心鼓励机组员打疫苗 只要打完两剂超过两周 血清抗体呈阳性 长程航班返台就不必居家检疫 最早一批符合资格的机组员 22号就可受贿 但指挥中心却突然宣布暂缓实施 理由是抗体检验标准程序费用 都还在规划中 强调政策没有喊咖 只要标准统一好就会上路 虽然疫情变化 机组员返台检疫规定 变变变 原本鼓励机组员施打疫苗 增加保护力就可以缩短检疫期 可如今政策喊暂停 日前指挥中心是表示 如果机组员没有打疫苗 或是只打一剂疫苗 又未打两周的话 返台的检疫措施是采5加9 如果有打一剂疫苗 时间又长达两周的话 是采3加11 而如果有打两剂疫苗 时间又长达两周的话 原本是说不用居家检疫 只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但现在指挥中心又说要 暂缓执行 国际航空机组员首批在6月7号 已经打完第二剂疫苗 推算下来22号血清抗体阳性者 返台后应该只需要7天的 自主健康管理 但指挥中心一通电话 暂缓执行 导致22号就能解禁的机组员 返台也得3加11 让机组员痛批 招令戏改 质疑中央是不是行政怠惰 机组员的这个政策没有喊咖 自打两季满两周之后 要自费采验抗体的部分 包括检验的程序 检验的标准 跟检验的费用 现在还在制定中 强调政策没喊咖 只要相关程序费用制定好 这周内就可以上路 指挥中心这边能够紧述的专业的判断来领定相关的规划措施 当然是会全力的配合 相关规定中央没配套 就抢着先公告一改再改 延后实施难免让人无所适从 欧洲实验证实新冠肺炎疫苗可以混打 不过指挥中心态度至今依然偏向保守 但是有专家认为 由于台湾无法掌握各个疫苗厂牌的到货时间 如果是打同厂牌 可能会延后第二剂施打的时程 因此开放混打势在必行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也认为 要是第一剂打AZ 第二剂再混打莫德纳或是BNT疫苗 反而比较不容易出现血栓 保护力效果也会更好 而相较AZ 现在很多人期待施打莫德纳疫苗 不过有留学生分享 他打完第二剂莫德纳的经验 只说打完之后头痛欲裂 感觉随时都要混倒 美国捐赠的250万剂莫德纳疫苗 如同及时雨底台 相较AZ 不少民众更倾向打莫德纳 但却有在美国的留学生 po文分享自己接种莫德纳疫苗的经验 原本打完第一剂 感觉有点酸痛 四肢发冷 但身体却持续发热 在接种第二剂 不止当天手臂酸到不行 隔天心跳更异常加快 头痛欲裂 感觉很像贫血昏倒的前一秒 那种眼前一黑 伴随着想吐的感觉 莫德纳第二剂的副作用比例 比起AZ第二剂副作用比例 是比较高一点没有错 但是我们台湾目前的施打 还没有第二剂 所以临床上面真正碰到第二剂 是不是副作用会比较高的情况 我们目前是还没有资料 但除了莫德纳第二剂副作用 引发热议之外 疫苗能否混打也有激烈讨论 虽然指挥中心至今态度保守 国内专家则认为混打势在必行 因为没有人能预测 各场排疫苗到过时间 更不要说将来还可能要打第三剂疫苗 而欧洲实验也证明 疫苗可以混打 但是有方向性建议指挥中心提早做好准备 像是第一剂打AZ第二剂就可以选择BNT或者莫德纳 比较不会出现血栓 效果也会比只打两剂AZ还要好 但要是先打了MRNA疫苗 也就是BNT或莫德纳之后 第二剂则最好不要再回头打AZ 随着混打逐渐成为国际趋势 我国势必也得滚动视频 就很见过我特别的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